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书在铭 接着给大家播讲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左权将军 那么接着上一集 我们继续说说发生在莫斯科的江浙同乡会事件 上次我们讲到在五天大会里 中山大学的群众们 先是反对教务处派 然后又来反对党委员会派 那么两个当事人对当时发生的事情 就有所描述 这两个人,一个是王培吾 一个是苏美伊 两个都是工人党员 当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据他们说,还在暑假去休养所之前 第三派就已经开始做他们这些中间派的工作了 把教务处派拉下马之后 他们立即就往矛头指向了党委员会派 王培吾讲述说 1月27年上学期 中大的党部实际上是被一般 吕末之部的余孽所把持着 当时的党部委员是附中 李俊哲 左权等人 而在教务处方面 也被最坏的分子 如周达文 于秀松 董毅香等人把持 双方互征地盘 这时大半的同志对他们都表示非常大的不满意 而恰恰不久前曾有一部分失忆的委员 想用这个机会企图复辟 如刘汉青 立本宜 严玉珍 娇有功 项玉梅 何尚志 余秀女 林登月 胡建三等人 所以呢 他们就四处煽动 一天 刘汉青 李本宜两个人到俱乐部找我谈话 说现在有委员会派 教务处派如何的坏 我们一定要反对他们 将两派都打下台 从委员会开改选会了 在大会上有一百多人签名谈话 在批评过去的工作 以及吕莫支部余读的过程中 严玉梅 刘汉青 焦武宏等人 都说由法国来的都是吕莫支部 还有由四川来的都是吕莫支部 理由是 由于任卓宣 附中都是法国来的 是四川人 同时说 凡是怀疑第三派的人 都是吕莫支部的走狗 那么苏美一的说法 和王培吴略有不同 在他看来 第三派与教务处派 在反对党委员会派的 利益问题上 其实是站在一起 苏美一提到 在放假前 刘汉青就掌握他 说了吕莫支部很多的坏处 要他注意 现在我们中山大学 还有吕莫支部 而在五天大会过后 不几天 苏美一就看到一个 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被打倒的人 突然就从前几天 骂他最厉害的人 交头接着起来 有很多同志 如林登月 严肃珍 严肃珍 交友公 刘汉青等人 到处宣传 在这种形式之下 就指出了党部的副中 吴进 是吕莫支部 张文天 沈泽民 也是吕莫支部 在没有开会前 苏美一又听到消息 说群众领袖 有一个进攻的计划 第一步 推主席团 第二步 不让党委的人发言 特别是张文天 沈泽民 第三步 就是把会场的空气 先扬起来 这些步骤 都统统实现了 英文指出 上述这些人 讲述这些事情的时间 一定到了追查 所谓江浙同乡会的 关键时期 他们说明 这些情况的目的 并不完全相同 他们的立场 也或多或少的有所差别 但他们所讲述的 基本情况 还是大体一致 按照他们所讲述的情况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党委员会派 和教务处派斗争的结果 并没有给任何一方 带来利益 教务处派 首先受到压抑 紧接着 党委员会派 也倒了台 根据当时的记载 总支部委员会 改选大会 是一片混乱 前几天 还得意洋洋的 总支部委员会派的人 在这次会议上 却被压得 几乎抬不起头来 会场上的气氛十分激烈 又连着开了三天会 最后 苏共区委的代表 竟不得不宣布 支持多数与会者 对上届 总支部委员会 所做出的指责 宣布撤换 前总支部委员会书记 斯格尼科夫 和其他两个 从事党部工作的俄国人 并且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 张文天 沈泽民两个人 给予口头批评 只是他们最终顶住了 与会者关于处罚人的要求 建议将这个问题 留给下届 总支部委员去考虑 很明显 苏共区委 对于教务处派 和党委员会派 这场斗争的策略 实际上是霍西尼 双方各打50大板了事 在中山大学出现的这场斗争 几乎很快 同样在东方大学发生了 只不过这一次 惊动了苏共中央 但很显然 苏共中央 对于东方大学 中国学生矛盾斗争的 处理方式和结果 与苏共区委 对中山大学问题的处理 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东方大学 中国学生中的矛盾 与中山大学如出一辙 虽然东方大学 这个时候 支部委员会的副书记 是1925年 从国内来莫斯科的五湖警 但支部委员会中的 其他三个人 全都是之前青年团 旅游支部的负责人 即刘明延 黄世佳 宗希军 由于这个时候 绝大多数的学生 都是在1926年下半年 和1927年初 从国内来的 其中相当一部分 又是曾经在国内 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干部 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 同样对于东方大学 支部委员会的组织构成 和工作方法很看不惯 加上学校的教学内容 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 学生几乎得不到有关 中国党的任何中文文件 而支部领导人 及其属下的翻译们 则对校方的做法 一味袒护 因此支部委员会 和部分学员之间 不断地发生意见分歧 乃至矛盾冲突 特别是1927年7月 中国革命失败前后 有200多中国党的干部 前来东方大学 参加军事班短讯 他们刚刚进入东方大学 就发觉自己 已经完全与中国革命的 实际脱节 不仅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无法适应 翻译的态度和水平 让人不能接受 而且支部委员会 竟连中共中央 八期会议的决议 和11月扩大会议的决议 都不予提供 这种情况迅速激化了 东方大学内部的矛盾 1月27年10月底 在一年一度的 支部工作年度总结大会上 许多学生尖锐地批评 党务和教务方面的工作 脱离实际 指责支部的领导人员 从未接触过中国的 实际革命斗争 拿着高工资 两尊处优 至今奉行的 仍然是吕墨支部那一套 可支部委员会 却反过来批评 部分学生中 存在着严重的 失败主义情绪 和自由主义倾向 总结大会的风波 还没有平息 12月 中国广州起义 暴动失败 东方大学年轻学员 马元生 向学校的强暴投稿 题目就是 中国革命失败 我们怎么办 在这篇短文中 马元生宣称 马克思在巴黎公社 失败之后 因在巴黎伦敦图书馆 仔细研读 才完成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在1905年 俄国革命失败之后 也是在巴黎图书馆 学习了一遍 因此才完成了列宁主义 所以我们应该在国内同志 前仆后继 牺牲头颅的时候 硬着头皮 读一点书 支部委员会 立即抓住此文 大作文章 专门组织了 一期强暴 公开称 马元生的观点 是取消主义 这个举动再度引发了 中国学生之间的 异点冲突 以李霞公 朱代杰 鲁毅 佟庸生 这些担任过 国民革命军 高级党代表 重要职务的一些学生 迅速的站出来 严厉批评了支部委员会 并明确提出了 反对 吕墨支部残余的口号 一波未评 一波又起 根据后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向中发的介绍 由于吕墨支部 余读的害处 中国的报纸不给看 取久白的小册子 不给看 一切的文件材料 不能供给同志们的需要 加上学校 党内训练和教育工作 不积极 弄得同志们 越读越糊涂 学校教务 更是形式的 肤浅的 军事班 由慎 无论教材 讲师 翻译 在质量上和数量方面 都不能满足 一般的需要 学校当局执迷不误 反说是少数人 故意的煽动捣乱 不去根本改善 反而以消极的 高压蒙蔽 欺骗应付了事 东方大学的学生们 忍无可忍 纷纷上书 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 提出质询 而军事班 一百多的学生 更于一月中旬 集体示威 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到第三国际请愿 弄得共产国际 东方部 束手无策 不得不请当时正在 共产国际总部的 向中发 出面调解 经过向中发 以中共中央名义 劝说之后 示威的学生 方才退去 同时派出代表 正式反映 东方大学 中国学生的三条要求 即使一 肃清吕末支部 二 改良教育方法 供给中文材料 三 撤换一切的翻译 结果呢 苏共中央 共产国际东方部 和中共代表团 联合组织了一个 特别委员会 并且派工作组 到东方大学 调查处理这个事件 因为东方大学的校方 坚持不承认 自己工作上的错误 支持委员会的决议 未能实行 最后苏共中央 解散了特别委员会 直接派人处理此事 解决办法是 一 撤换教务主任 以后注意 供给各项材料 二 党的路线 并无所谓机会主义 但在工作上 却有缺点和错误 因此党的负责人 五胡锦 黄世佳 刘明年 宗西军同志 均需调离东方大学 三 群众领袖 如鲁毅 李霞公 马元生 朱代杰 佟永生 这五位同志 也犯有错误 所以也必须 离开东方大学 但结果 只是表面上 执行了这项决议 事实上 则完全不像是一种处罚 更像是一种奖励 鲁毅 鲁毅 李霞公 一业离开学校 除了少部分留校工作 就读教员班 职员班以外 多数学生 都被分配到了苏联各个军事学校里 继续深造 毫无疑问 一些学生 在中山大学期间 形成的亲疏关系 仍然继续保持着 这种关系的纽带 有些是建立在同乡关系的基础之上 有些则是同过去 在中山大学时的派别倾向 联系在一起 显然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 为一些人提出所谓的江浙同乡会 提供了口实 那么江浙同乡会的事件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关于这一点 就需要看一看 刚刚在中共六大上 当选为总书记的向中发 在1928年7月14日 向中共代表团所做的报告 向中发是在1927年10月 率领中国共同代表团 到苏俄参加 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的 当时他还只是政治局委员 因此来到莫斯科的时候 组织部长李维汉 还委托他对流苏的中国学生的政治 及学习状况进行考察 并提出改进一点 在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之后 向中发就前往了中山大学 东方大学 以及莫斯科各军校 向各校的负责人了解中国学生的思想情况 和学习情况 在与各校负责人座谈的过程中 他第一次得知了 在中国学生中间存在着派别问题 十月底 他特别向此地的一位中国同志问 此地的中国同志中 是不是有派别 向中发在报告中 并没有提到这位中国同志的名字 但据他说 正是这位中国同志 明确肯定了这一情况 同时还告诉他说 有一个江浙同乡会 以及储金互助会 两个是一个东西 参加者有四十多人 因为有谣言说 步兵学校只有三元钱 后陆大同学寄了几十元来 有几个人吃了中国饭 因此组织了小组 最初是公开的秘密 后来又由半公开 形成了一个秘密的组织 现在他们的组织及行动 是绝对的秘密 比共产党还神秘 同时他们的分子不只是江浙人 有军阀的死地 有与第三党有关系的 有一部分是联共的所谓反对派 有一部分是怕死怕回的分子 本来同乡之间的感情联络 或者是同学间经济方面的 有情互助 并不值得特别的大惊小怪 更不应当当成一个 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事件 来追查一番 但这件事 同向中发正在调查的派别问题 联系在了一起 就得到了一个秘密组织的印象 自然立即引起了向中发的高度警觉 他立即告诉这位中国同志 不要告诉别人 每个忠实的党员 要去收集他们的证据 交给党部来解决这个问题 随后向中发又向东方部 去说明这个东西 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 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 和俄共方面的重视 12月中旬 向中发率领李振宁 江浩等人 前往德国比利时 参加反帝大同盟委员会扩大会 之后转往苏俄南高加索 黑海疗养地休亚 1928年1月中旬 向中发得到共产国际 要他和李振宁 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共产国际 第九次直北扩大会议的通知 他再次回到了莫斯科 正好赶上处理东方大学的学潮 这个时候向中发再度得到一个消息 东大风潮刚一发生 列宁哥勒的中国学生 竟有人开会祝胜 据报开会之人 恰为此前传闻的 江浙同乡会中中人 为首者就是于秀松 蒋经国卢毅松等人 而后得知的 莫斯科炮兵学校朱茂珍 在1月23日给蒋经国的信 也证实了这一情况 信中称 东大风潮扩大 大家都到共产国际去示威 共产国际因为恐慌 而答复了他们的要求 在此运动中 军事班只有曾兆时一人指导 政治班内指导人 以后都软化动摇了 当着中央委员会告诉他们 不要再闹 他们真正就不作声 真是笑话 从得知江浙同乡会的消息 至此已就将近两个月 就连向中发 自己也把这件事放在了一边 但列宁哥勒所发生的这一情况 再度引起了向中发高度的重视 向中发后来 说明了他因此而采取的行动过程 他说 当着这个风潮起时 列宁哥勒有同志开会祝圣 这就值得我们注意了 于是我找米夫秘密的谈话 他说我不大清楚 但你们既然提出了 当然要注意 于是决定检查他们的信件 又找军事学校 由党部的中国同志 负责去搜集材料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与诸多的回忆 和著作中所说的不同 第一 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事件 并非是有人蓄意制造 关于江浙同乡会 或者是储君互助会的传闻 多半久已有之 但在向中发 调查中国学生派别情况之前 这件事情仅仅是传闻而已 第二 把有关江浙同乡会 或者称之为储君互助会的传闻 当作重大的政治事件 极力推动 共产国际东方部追查的人 实际上是向中发 并不是米夫 也不是王明 也就是陈绍玉 不仅如此 既然米夫 迟至1628年1月底 尚不了解有关 江浙同乡会的问题 可知作为米夫亲信的王明 也并非是那个 向向中发 介绍或者制造 这个传闻的中国同志 事实上 这个中国同志的名字 叫做郑家康 周恩来后来 曾经提过他的名字 并指出 他当时正在苏俄的 伯格乌 也就是苏俄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 专门负责 华人方面的情报侦查工作 而他的妻子安俄 正好又是中大的学生 这就是为什么 他能够最先了解这些情况 并且把问题讲得这样严重 说到王明 后来他的确是 江浙同乡会事件的 推波助澜者 不过在这件事情 尚未爆棚之前 他的态度 未必是十分明朗 这是因为 王明自进入中山大学以来 就因为迅速地掌握了俄文 而与学校里的苏俄教员 打得火热 因此 他一开始就对反对注重学习理论 和俄文的吕墨支部抱以反感 相比之下 他从与苏俄教员关系交好的 教务处派的干部 反而是更为接近 在中山大学 党部派和教务派 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 王明恰好随着米夫去了中国 暑假开始之后才回来 等两个人来到休养所的时候 阿格尔已经被宣布免职 教务处派刚刚被压了下去 党委员会派正在势头上 王明不加选择的 立即加入了正在秘密酝酿中的 反对党委员会派的行动 据胡建三说 在反对吕墨支部的时候 也就是反对傅中张文天等人的时候 米夫同陈绍玉同志 也就是王明 两个人从中国回来 王明同志当时是反对傅中张文天等 最有利的一个 他甚至在第三派和教务处派的合理推举下 当上了总支部委员会改选大会主席团的主席 可见第三派和教务处派对王明都是颇为信任 难怪后来当上支部委员会副书记的陈元道 明确地说 当教务处派和党委员会派较量失利之后 就组织了第三派 当时第三派势力很大 陈绍玉就是其中的首领之一 当然陈绍玉也是王明 他加入反对支部委员会的行列 与教务处派或者是刘汉清等人的目的 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他们之间其实结合的并不紧密 王明未必真的可以说是什么第三派的首领 只不过他作为学生公社的主席 和能够陪着校长米夫出访的干部 地位特殊一些罢了 王明当时对于反对党委员会派 态度是相当的坚决 但是与第三派的刘汉清等人联系 并不十分的紧密 王明作为大会主席团的主席 头几天确实与反对党委员会派配合了默契 弄得党委员会派一派人几乎没有招架的机会 但是在联共区委讲话之后 王明和反对派的态度就开始明显的出现了分歧 联共区委的代表宣布决定 他们认为附中张文天等人都有错误 犯错误的俄国同志撤职 中国同志交下届委员会处理 那么在宣布这些决定之后 会场之上一片反对之声 多数发言认为 对于总支部委员会的人 特别是对张文天沈泽民 处罚太轻 有些人甚至大呼小叫 主张不应该用教育的方法 而应当枪毙 应当开除 应当冲军到西伯利亚 这个时候在主席团方面 王明尽力的拥护区委决议 所以有人开始向王明进攻 说王明靠不住了 背叛了群众 因此在选举新的总支部委员会的时候 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王明 却没能入选 那么暑假刚刚结束 余秀松等人参加讨论的 中山大学二年级学生 选派军校学习名单正式公布 一共有70多名学生 被派往各军校 结果余秀松等人迅速就引起了 中山大学众多学生的好感 尽管余秀松等人随后都离开了中山大学 前往列宁哥勒军政学院 列宁学院深造 但他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有扩大之势 这种情况自然使中山大学 很多的在校学生 对原来的教务处派表示同情 而继续留在学校的张文天 沈南敏等 党委员会派一派的代表人物 颇有成见 继续以吕末支部余孽失职 王明这个时候转而袒护张文天 沈南敏两个人 处境也略显尴尬 很快 新的总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 何尚志 再度提议处罚张文天 沈南敏 以清算吕末支部的余毒 那么经过几次大小会议的讨论 张 沈二人 分别承认自己的错误 加上米夫出面干预 终于否决了处罚的意见 结果呢 在随后共产国际派库秋莫夫 前来调查处理 有关吕末支部的问题的时候 张文天 沈泽民两个人 竟然利用强暴和总结大会 重提暑期的派别之争 宣称自己和吕末支部毫不沾边 反而是那些反对吕末支部的人 自己是代表吕末支部的余毒 这样一来 争论又起 大会小会十来次 你说我是吕末支部 我说你是吕末支部 王明再度偏向了张文天 沈南敏一边 反对组织处理 这引起了众多学生的不满 连王明也一并斥之为 是吕末支部的余毒 这一次一直吵到1928年2月 再由米夫出面 一面批评张沈二人 重新意气之争 一面向党员们担保 张沈王明都不是吕末支部 禁止再行争论 但这个时候 大多数的中国学生 并不在意米夫的意见怎么样 也不在意总支部委员会 通过了什么样的决议 其反对肃清吕末支部余毒的热情 丝毫没有减退 问题在于 在为张文天沈泽民问题 做结论的总支部委员会的会议上 米夫公开宣布 在中国留学生中间有一个秘密组织 就是江浙同乡会 他严厉的斥责 中山大学的学生 过分的注重意气之争 告诫他们 现在不要再揪住张沈的问题不放 张文天沈泽民不是危险物 而危险物是江浙同乡会 它是破坏党的 这个言论一出 就像抛下了一颗炸弹 顿时把中山大学的学生 惊得是目瞪口呆 一时之间 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到了这个 江浙同乡会的问题上来 江中发要求米夫秘密调查 江浙同乡会的问题 是在1928年1月底 将近一个月后 米夫公开宣布 江浙同乡会事件成立 这说明米夫多少掌握了一些证据 那么这些证据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格伯乌 也就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 米夫这个时候 已经做了中山大学的校长 并且当上了 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副部长 最初呢 向中发代表中国中央 要求他出面调查 江浙同乡会的时候 他多少有些不以为然 但他仍然通知了格伯乌 请其协助秘密侦查 中国学生中的可疑分子 并检查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 没想到他很快地得到了消息 格伯乌已经搜集了若干证据 证据之一 就是秘密侦查到 卢毅松1927年9月 致黄仲美 张诗 刘一山 甘青山 郭景淳 周策 尤斥 刘仁寿 朱茂贞等人信 在信中称 储金护诸会 在莫斯科时 以蒙你们登记 本会章程第一条 守在会费 我与金国商量 本月会费应当多少交点 事实上也是可能的 第二个证据 同样是秘密侦查到的 刘一山 张诗周策等人 在9月17日 给胡适杰 刘仁寿 朱茂贞等人的信 里边称 他们的名誉会员 已经交纳会费了 和我们现在还未说起 那格伯乌 负责此项调查的 米里斯 明确认为 这个名为江浙同乡会 或者说储金护诸会的秘密组织 确实存在 他们有名称 有章程 有会费 甚至还有正式会员 与名誉会员之分 这时 正改上 以斯拉林为首的俄务中央 对党内 托洛茨基反对派尖锐斗争的时期 人们对于党内小组织格外警惕 面对这样的一些证据 米夫不能不相信 却有其事 只是最初 他还不能确定 这个小组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 因此 他与新来的总支部委员会书记 比尔曼 商量之后 在2月26日 召开了中山大学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动员党员干部 协助查清这个组织的情况 并且不顾格伯乌的反对 宣布成立了一个五人调查委员会 动员学生检举揭发 决定先靠自己的力量来追查此事 要在矛盾重重的中山大学学生中间 搞什么 检举揭发的运动 就不可避免的 会与学生间的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 于是 追查江浙同乡会的工作刚一开始 学生之间就你攻我 我攻你 你揭发我 我指责你 整个中山大学搞得像开了锅似的 人人不得安宁 前一时期 因为一味的迎合 苏俄上级机关的意见 而受到学生指责的王明等人 这个时候就变得异常的活跃 到处找人台话 动员揭发 王明甚至公开在强暴上撰稿 第一个上纲上线 指责江浙同乡会 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 和不满意中国革命 准备脱离党 另找出路的人 组织起来的一个反革命集团 他们与第三党保持着秘密联系 这种说法立即引起相当一部分学生的部门 五人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董一乡 当众批评王明 不负责任 强调江浙同乡会 是否存在 尚未调查清楚 即使存在 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党内教育问题 双方因此而争论不休 你说我是 又再度出面召集党员大会 宣布江浙同乡会确实存在 中山大学就是他的大本营 他的正式成员有60多人 这种反党的危险组织 有他的党纲 有他的组织 中央与支部 这种组织必须打破他 因此关于他的性质 也没有必要进行争论 他无疑是反党反革命的 性质如此 学校组织调查实属不大 调查委员会 即日解散 一切工作交给格伯乌解决 随后向中发 又赶到中山大学 在学生大会上明确宣布 江浙同乡会 已经基本上调查清楚了 两周之后 就会公布调查结果 这个反革命秘密小组织 有中央 有支部 有章程 有政治会员 与民意会员 还有会费 与蒋介石 第三党 联共反对派都有联系 他们的领袖 构作上被枪毙 这件事情再不取 有任何的怀疑了 谁怀疑 谁就是反革命 米夫和向中发 之所以能够迅速的 得出这样的结论 毫无疑问 这是根据格伯乌的 调查结果 在24日 格伯乌第五部 负责调查这个事件的密底斯 就近两个月的调查 提出了一个书面的结论 结论中称 江浙同乡会 查识者至少有22个人 其首领是 于秀松 周达明和蒋经国的 该组织有集中的指导 如中央委员会等 经常开代表会议 各个学校中 都有他们的人 组织的支部 其目的就是要夺取 在苏联境内的 中国学生的指导权 帮助中共机会主义领袖 陈独秀 谭平山等人 并称他已经和 苏共党内的反对派 国民党右派 发生了关系 按照米利斯的建议 这22个人 应当马上逮捕 但这个结论 报到格伯乌的总部之后 没有得到批准 主张继续调查 进而报上苏共中央 提请解决 一周之后 当米夫 专门请米利斯 前来共产国际东方部 向共产国际有关部门 和中国代表团 报告调查结果的时候 米利斯的报告 又有变化 他宣布 根据他们 目前掌握的情报 至少有111 至130个中国学生 参加了江浙同乡会的活动 而他们搜集到的各种材料 已经有130份之多 当向同发 索要这些人员的名单的时候 米利斯却一口回绝了 声称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多数人只是教育的问题 最后米利斯只提供了 据说是证据确凿的 八个首要分子名单 这八个人就是 任江浙同乡会 中央总书记的蒋亲国 朱乌善 朱代杰 卢一松 刘仁寿 黄仲美 周策和陈启科 为什么蒋亲国是首领的 向中发后来的解释说 这个小孩子比较聪明 理论比较好些 经济由于其母亲的名义 供给了妻子之多 显然意见 与格伯乌前一期的名单相比 这个名单里 缺少了于秀松和周达文两个人 事实上 格伯乌所有有关江浙同乡会的材料 都是根据一个关于 处金护诸会 或者叫驻金护诸会的传言 结合与中山大学教务畜派的成员 演绎推理而来 可是这个护诸会 于秀松和周达文 自始至终都没有沾过边 并且当于秀松 得知卢一松 蒋经国等人 在与莫斯科同学的来往信任中 拿此时开玩笑 引起原来中山大学的学生 风言风语之后 还立即写信 叮嘱了蒋经国和卢一松 以后写信给中山大学要谨慎 不然会引起误会 因此 刚刚从中山大学 传来他们两个人 与江浙同乡会 或者称之为 处金护诸会有关系的消息之后 他们两个人 就理智气壮的 上书给米夫 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进行申辩 否认指责 并明确地认为 有人故意兴风作浪 那么到底 有没有这个处金护诸会呢 看起来 这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实际上后来曲武 在为了解释 处金护诸会 以及他与这个护诸会 关系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关于曲武是怎么说的 我们下一集 再给大家继续讲 如果 把它不过 的 我们下定了 我们下定了 宝宝